是谁 你知道他为什么被当成煞星吗 他为什么被当成煞星 这还得问你啊小丫头 你对那些乞丐做了什么 怎么就成他们嘴里的煞星了 还形成了默契 只要远远见到你 整个阵子的乞丐全都互相通向 然后全部逼出去 让我想想 小叔 你看我小胳膊小腿 应该做不了什么吧 你没做什么 他们一个个见了你 就跟见了阎王一样 你快给小叔说说 就是我第一次来镇上的时候 他们一群人想打我一个 最后我把他们捆起来 绑到镇外的林子里 还拔了一棵树 把他们给押住 我当时第一次来镇上 被他们吓得不轻 就想好好打一架 结果 爬一棵树掐住他们 那不得把人给吓死 难怪 我跟你说啊 下次再遇到这种情况 一定要就是小叔 小叔替你出气 我也没想到他们会吓成这样 居然见到我全都逼出去 同一时间 小豆子哭着跑出了镇子 来到他和小马哥他们约定的镇外林子里 马哥 这都不好了 出大事了 说有什么事是比杀星来了更糟糕的 就是 那个杀星以后要住在镇子里 什么 小豆子你怎么知道的 刚刚那个杀星找过来 我没有跑掉 小豆子一五一十把刚刚的事情讲了一遍 接下来 所有乞丐都沉没了 如果那个杀星入到镇上 那我们这群没有家的人 该怎么办 难道真的要离开这里吗 如果不离开 我们在这里还能太平吗 小叔 我请你吃糖葫芦 今天的事情可不能告诉大叔 放心吧 小叔还能骗你 你说不告诉他就不告诉 走 小叔给你 买炸油膏去 小叔真好 什么事情不能告诉我呀 大叔 你从哪里冒出来的 来久了 你俩说吧 有什么事情还瞒着我 其实也没什么 兰草在脑子里飞快地想着借口 在丰年的再三追问下 丰盛终究还是告诉了他关于杀星的事情 这有什么呀 白帕大叔笑话你 那些小混混一次不把他们收拾福田了 还会三番两次的找你麻烦 看着都烦 也不是怕你笑话 就是觉得有些别扭 我这么乖巧可爱 怎么就成了杀星了呢 没啥 雄鸣在外 没有什么不好的 你看 只要你一出现 那些小鳖三啊 全都褪比三射 没有啥不好的 对了 小草 镇上的那些小乞丐 咱们也不好看着他们真的离开这里吧 哦 不会吧 难道他们真的要离开 会不会真的离开 你们去看看不就知道了吗 小叔 要不我们去看看 正有此意 毕竟咱们都是良善之人 即使是无意的 也不好把人给赶出镇子不是 留下他们 说不定还有用处呢 小叔 我只跟他们打了那么一架 再后来都没碰过面 根本就不知道还有这样的事 我可从来没想过赶他们离开 说定之后 两人打算现在就出去找那些小乞丐 妈哥 我们真的要离开吗 不走不行啊 我怕那小乡 累着咱们的麻烦 当初我就不该沉嘴 去抢什么包子 好吧 我不想离开 谁让你们离开了 哎呦祖宗 我们这就离开 这就离开 求你放过我们吧 你们这些人 我什么时候说过要赶你们离开了 我可不是恶人 哎呦 你不是恶人 可是你吓人呢 你们这些人 只要不干坏事 不犯到我侄女手里 人家什么时候打理过你们 一个个的做贼心虚 你说说你们啊 有手有脚有力气的 怎么就只想着让别人施舍 难道就不会干活 给自己挣一口吃的 一群废物 还有你们几个 不想着自力更生也就算了 居然还想着抢劫 就为了一口吃的 那以后是不是就要抢金抢赢了 就算是砍一捆柴也能卖一文钱 换两个包子呢 你们 亏得我那侄女心善 没有跟你们一般见识 这要是再换一个人 指不定你们就得缺胳膊断腿了 也有可能直接发配到矿上 去干苦力活 还不知道能不能活下来 真是不知好歹 居然说我侄女是煞性 真是 他们这些人 从小听到见到的 都是怎么样才能讨到吃的 讨到钱 哪里知道自力更生的意义 更没有人告诉过他们 可以用劳动换吃的 在一群乞丐不敢置信的目光里 兰草两人离开了这个臭气熏天的地方 马哥 我们不用离开这里了 不用去流浪了 是啊是啊 我们是不是错怪那个杀星了 还叫杀星 也不把他折回来收拾你 马哥 我们下午就去镇子外面捡柴吗 他们家一天要一捆呢 你和饼子他们去吧 我带着其他人再找找 看看有没有别的人家需要柴 不出去乞讨 总觉得少点什么 算了 还是慢慢适应吧 知道我为什么不给他们买窝头 或者给他们钱了吗 授人以鱼 不如授人以鱼 哦 这个我明白了 就像我学习雕刻一样 现在都能养活自己了 对 他们这种人呢 如果你经常给他们吃的 食果哪一天忽然不给了 没准他们还怨恳你呢 现在这样就挺好 也没让他们离开镇子 继续流浪 还给这些人指了一条路 虽然辛苦了一些 但是那些钱拿得踏实 如果他们还是又偷又像 下次收拾 就不用留情了 嗯 都听小叔的 如果他们下次还抢别人吃的 那就做一顿赶出去 当个名副其实的杀星 奶 姑父是真的不要我姑了吗 可不是 都这么长时间了 她一次都没有露面 你姑手里能有什么钱 早就被我搜刮干净了 这几天给家人智商修院子 都花得七七八八 那我怎么办 我还想去医馆里当学徒呢 让我姑再回去求求姑父吧 哎呦 嘿嘿嘿 死丫头是你 你这个扫把星 谁摘上你就没有好事 哎 人静 你不得好死 老东西 前几天的教训是不是忘记了 居然还敢骂我侄女 真是找打 该死的小崽子你还敢打我不成 这里可是镇上 你敢动手就让李正打你板子 没有之前那些大人撞声势 这两个小崽子算什么 死丫头 看我不打死你 你个丧门星 把我一家人害惨了 打死你 哎呦 老太婆 我以为我们之间的事情已经结束了 没想到 你见到我们就闹 是欺负我家大人都不在这里吗 哎呦 老天爷啊 你快睁开眼看看吧 老婆子快活不下去了 要被人欺负死了 都欺负我一家子老实人 这还让不让人活了 天杀的老天 你把我们一家都带走吧 活着要被一个黄毛丫头给欺负死了 我明明只抽了他一鞭子 居然好成这样 还让老天爷带他走 嗯 要不帮帮他 送他一程 让赵老太离老天爷更近一些 在赵老太还没反应过来发生什么事的时候 就觉得眼前一花 身子一青 他已经被高高架在了树叉上 此时的他嘴里发不出一点声音 身体又不敢动 他怕自己随便动一下 会从高处摔下去 只能期望宝贝孙子发现自己不见了 找人来救 小子 这次长进行了没有 记住了 以后 以后见到你 你们让人走 咱也不敢 不敢想别的了 管好你的家里人 要不然这次打这次 滚 等到赵金宝忍着痛 颤颤巍巍从地上爬起来 发现兰草和丰盛已经不见了 就连自家祖母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离开了 他顾不得观察四周 直接抱着脑袋 快速离开 赵老太架在树叉上 就这么眼睁睁看着自家孙子越来越远 他想呼救 只可惜 一点声音都发不出 只能保持那样的姿势 一点都不敢动 小草 那老太不挂树上没事吗 我快掉下来吧 万一人掉下来摔死了 那这丫头可就贪上人命了 可不是闹着玩的 放心吧 小叔 我放的位置很稳 也不高 而且用绳子把人捆住了 掉不下来 等到天黑把人放下来就行了 挂不了多长时间 好吧 我还是有些不放心 下次不准这么干了 那老太婆可是认识你的 嗯 小叔越来越像大叔 越来越爱唠叨了 大叔 我回来了 齐大叔好 你们两个回来了 都快回院子准备一下 明天就该上课了 丫头 大叔这次给你带了好吃的 一会儿让刘婶做给你吃 晚上丰盛啊 也多吃一点 谢谢齐大叔 我先回院子啦 多谢齐大夫 知道我这次离开 是干什么去了吗 干啥了呀 回来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我那媳妇呀 回到赵家才二十天 已经被那家人啊 折磨得不成样子 只生一口气了 如果不是我去得快 恐怕这人都已经没气了 那个傻子心心念念 都是为娘家谋划 结果呢 一家人把怒气 全都撒到他身上 赵家是个人 都能够对他又打又骂的 这最后只能够 奄奄一息地 躺在柴房里 我答应了白鹰 回去看着他一些 没有想到赵家人 这一刻都等不了了 就这么迫不及待地 想要榨干他身上的 最后一丝价值 我趁着赵家没人 把他带走 安顿在一个小庄子上 这会儿啊 只剩下半条命了 兄弟啊 我对不起小丫头呀 对不起你 原本是要休了 那婆娘的 你这现在 虽然我们不会 再生活在一起了 但是他毕竟是 白鹰的青娘啊 我总不能够 眼睁睁地看着 他被人折磨死 只好把人 接来安顿在小庄子上 我知道你 赵家那边啊 我和小丫头都出过气了 后面要怎么做 那都是你们的事情 你心里啊 不要有负担 此时的丰年还不知道 自家两个小的 已经小小地 收拾了赵家人一次 结结实实 让他们吃了一次亏 多结兄弟 哎 都是自家兄弟 不用那么客气 况且啊 我还有事情 要拜托你呢 哎 有事兄弟 你就说 过两天 我要离开镇上 去处理一些事情 那两个孩子 我就拜托 给他先生照看 其兄有空了 也看两眼去 你要离开 多久 干什么呀 当年 那个还丰盛的女人 还活着 还有她的靠山 老子怎么可能就这样 吃下这么大的亏呢 哎 那你去吧 不过还是要小心一些啊 能够当别人的靠山 那可不是一般人啊 晚饭后 兰草和风盛打了个颜色 两人趁着天黑 悄悄绕过刘叔 摸出了院子 那老婆子 不会有事吧 不会的 我绑得结实 他就算是挣扎 也掉不下来 两人很快 就到了之前 收拾赵老太的那条街道 兰草的身手 要比丰盛高级很多 自告奋勇爬到树上 手脚麻利地 将挣扎许久的赵老太 滴溜到树底下 收回自己的绳子 两人没有再搭理 那贪软在地上的老太婆 直接扬长而去 小叔 要不咱翻墙进去吧 被刘叔逮到怎么办 那羊大叔肯定就知道了 不好吧 你觉得咱俩出门 我大哥能不知道 小叔 对不住了 大叔的怒火 你一个人面对就好 这丫头真叫话 好 大哥 你这是想干什么 我想回家 回自己家要翻墙吗 是又要挨揍了 快跑 这小子 还以为跑回家就没事了 想多了 大晚上的 你不在家好好地练字 带着小丫头去干什么去了 你还爬他院子的墙 你这个小叔是怎么想的呀 我 我错了 封年毫不客气 手里的戒齿 直接朝丰盛的屁股抽过去 足足抽了十下 丰盛一句疼都不敢喊 他知道大哥这次 就是要借这件事情 来提醒自己 可是为什么要打屁股呀 好丢人 以后做事之前好好地想想 那丫头是自家人倒是不会计较 但如果墙那边是大户人家的后院 你觉得你会怎么样 我记住了大哥 好了 记住就可以了 说说吧 你们两个大半夜的去干什么了 今天我们两个出门的时候 碰到了赵老太 他一见到小丑张嘴就骂 被我们两个给收拾了一顿 小丫头把人绑住 架在路边的树上 刚刚我们过去 就是把那赵老太从树上放下来 赵家那些人确实是不像话 以后他们要是再敢惹你们 尽管收拾 不收拾几次 那些人就学怪了 大哥 你以前打过丰收吗 没有 啊 为什么 我才回家几天 都被你收拾好几次了 大哥你还笑 你是不是讨厌我 好了好了 我告诉你吧 对于你们两个人啊 我的期望呢是不一样的 对于丰收 他只要好好的活着 我就满足了 对于你 我希望你尽快的成长起来 以后我们兄弟两个 可以并肩作战 为封家 为我们讨回公道 此时的封盛无比骄傲 看吧 在大哥眼里 我说可以冲锋陷阵的那一个 比丰收曾多了 过两天 我要离开几天 你在家里照顾好小丫头 不许出去惹事 记住没有啊 大哥要去哪里啊 去几天 当年你被换掉的这个事情 还没有彻底解决 秦家夫人现在还活得好好的 这件事情 我咽不下这口气 我知道了 大哥 那我爹会不会有事啊 放心吧 他会没事的 等这事解决完了 你想他了 也可以回去看看的 大叔大叔 我这个样子 去冯先生家里上课 不会失礼吧 不失礼 一点都不失礼 冯先生一家 肯定是喜欢福瓦上门 赶紧吃饭啊 一会儿送你们两个过去 两人的早饭才刚吃完 刚拿起书包准备去冯先生家里读书 这个时候 书童问竹急匆匆地进了院子 冯先生今天有事 两位不用过去上课 那 这是先生给你们布置的功课 先生家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家里有病人 明天休息 后天再来上课吧 是不是冯先生病了 要不要过去看看 还是先把功课做完了再去吧 要不然先生该不高兴了 哦 那我先回去做功课 小叔 你功课做完了没有 马上好 你再等一下 哦 那我去找刘婶 看看可以给冯先生带什么礼物 一刻钟后 两人提着一篮子鸡蛋 来到了冯先生的院子里 就在这个时候 齐大夫从后院出来 齐大叔 冯先生还好吗 啊 冯先生没事 你别担心 是你师娘病了 啊 师娘 我还没见过师娘呢 我也没见过 我们在这里等一会儿吧 看看方不方便进去看师娘 我先回去抓药 如果冯先生没空 你俩就回去做功课 不要乱跑 就在两人准备离开时 冯先生从问主那里知道了他们来了 便急匆匆出来见两人一面 嗯 你们有心了 等过几天呢 你们师娘好一些了 一起吃个饭 她身体不好 平时不怎么出来 就没让你们见过 先生 我们带了些鸡蛋 这是我家大花下的 很苦的 等师娘好一些了 做给她吃 好 我记下了 一定让李婶啊 做给你师娘吃 哦 对了 这几天我顾不上你们 先休息几天 等到你们身体好一些了 再继续上课 好 正好我俩回山上 住两天去 可以 让刘婶跟着回去照顾你们俩 还有 一会儿啊 让问主 把这几天的功课给你们送过去 想着啊 回来上课要检查的 都听先生的 小叔 姐 小叔 你是 来接我去骑马的吗 是你这个小胖子呀 走 小叔带你骑一圈 上来 娘 姐 我跟小叔 骑一圈就回来 小草 你们这是要回山上了 感觉好久都没有见到你了 甚至 我们最近搬镇上住 有一段时间没回来了 都住镇上了 真好 我还是喜欢在山上生活 自由自在 这不一有时间就打算回山上住几天 你现在忙什么呀 怎么还要等休息才能回山上 哦 我大叔把我和小叔送到先生家里 要天天读书呢 啊 这 你都跟着先生读书了 你大叔对你可真是好 据他所知 这十里八村还真没有正式读书的女儿 最多就是家中长辈有十字的 也跟着任两个 学堂里其他孩子的长辈都没有意见 他们同意先生还要带一个女娃 哦 不会啊 先生只教我和小叔两个人 哦 这样啊 李氏也没想到 风家人会这么重视小草 还专门请了先生 哦 对了 婶子 小弟弟还要多久出生 还要三个月呢 到时候啊 你二叔白酒请客 你可一定要来 好 二叔白酒时 我会来的 哦 对了 还有一件事要告诉你 差点给忘了 什么事 你爹回来了 还带了个寡妇 前几天来找过我们 被你二叔给赶走了 听说现在回村子住了 知道了婶子 我先回山上了 一会让小叔自己上山 我就不等他了 一会丰盛把兰号送到家门口后 就骑马上山了 有 那小子还真是调皮啊 肯定是被他爹揍了 不过能有爹爹揍几下 也是很幸福的事 像我 只能挨大哥的揍 马上都要十岁了 还没见过新爹长啥样呢 他才刚刚上山 没走多远 隐约听到身后山下的李家庄 嘈杂生气 快 快去找 妹子 你别急 我们这就去追 此时的丰盛 也意识到山下出事了 只是不知道出了什么事 于是 他又赶紧往上跑了一小段 然后找了一棵树爬了上去 这个死小子怎么这么重啊 你可别怪我 要怪就怪你爹 都是亲兄弟 他怎么能见死不救的 我只想待这家人接住几天 居然把我们赶出门去 太狠心了 难道这麻袋里面是个孩子 如果真是这样 这个男人带一个孩子上山想干嘛 上山里喂狼 推到身家摔死 掉到悬崖上额前 哎哟 谁 什么人 快给老子出来 鬼孙子 快给老子下来 快来人啊 换人在这里 妈的臭小子 干活我好事 我打死你 打死你这个人贩子 打死你这个排花子的 打死你这个黑心肝的 你个王八高子 对你孩子做了什么 你个杀人贩 哎哟 疼 我没有杀人 那个是我侄子 我怎么可能杀他 你快放了我 你别多管闲事 我能对我自己侄子做什么呀 小叔 小胖子 怎么是你呀 小叔 有坏人要抓小猴 好了好了好了 小叔已经抓住坏人了 你看 风圣顺着手指的方向看过去 居然发现 刚刚缩在地上的那人 已经不见了 那人也太狡猾了 眨眼的功夫 居然就溜走了 他的腿不是受伤了吗 刚刚还踹了他一脚 怎么还这么快 果然 我的这点功夫 还是不如蓝草 人家一脚踹过去 对方根本没有机会站起来 小浩 可算找到你了 你 你没事吧 风圣 怎么是你 是你救了小浩吗 我刚上山 就听到村子里有动静 就爬到树上查看 发现一个男人 扛着麻袋上来 然后就救下了小胖子 只可惜 刚刚的那个男人跑了 不过那人被我打了一顿 应该跑不远了 爹 就是小叔救了我 他可是清楚地记得 自己正在院子外面 看着小叔的背影 目送他离开 心里还在想着 下次什么时候骑马时 就被人从背后打晕了 这次可真是太感谢你了 你有没有受伤啊 这人是谁啊 你没认识 难道真不是眼前这个少年干呢 不会是这孩子 还是小浩的小叔 刚刚还带着小浩骑马了呢 还是在周围找找吧 哪人跑不远呢 快 我们分头找 我去 这也太成狂了 居然跑到村子里来 小孩子 抓住了 打死他 蓝尔哥 我听到一身店人说的话 或许你能猜到是谁 他说了什么 他说 之前想去你家借住几天 被你赶出去了 你儿子出了什么事 只能怪你 是他呀 好了 我知道了 这次真是多谢你了 如果今天没有遇到你 这小子也不知道 是个什么样的结局啊 或许他 蓝尔哥 我得赶紧回去了 要不然小草 一个人在山上 我也不放心 小浩这次受了惊吓 回去好好安慰安慰他 我走了 这次太感谢你了 回头我带家人上门道歉 小叔 方少 小嫂 我回来了 小叔 怎么回来这么晚 是不是出事了 是出了点事 不过呢 已经解决了 到底出什么事了 我送小胖子回家后不 他被人掳走了 那人好小不小 往山上跑 正好被我救下来 我还打了那人一顿 只可惜最后被人跑了 也不知道李家庄 那些人找到没有 什么 被掳走了 那人为什么往山里跑 应该不是人贩子吧 小浩现在怎么样了 兰草有些奇怪 那些拍花子的 不都把人往镇上 或者县城里带的吗 跑山里 也不怕跑不出去 被狼吃了 不知道那人想干什么 总之小胖子被我救下来 已经交给你二叔他们了 那小子没事就行 小叔 明天我们去打猎吧 要不我们明天下山看看吧 我离开的时候 劫走兰草的人并没有找到 而且 而且什么 小叔有什么不好说的 居然还这么为难 而且那个人 很有可能是你的亲人 我听他说 兰草是他的侄子 是那人的侄子 那人还说什么了 听他的意思 之前 去兰安平家里借宿 想和家里人在那里住几天 结果兰安平没同意 把他给赶走了 他这一次截走兰号 也是为了报复他爹 哦对了 他还说什么 亲兄弟的 兰草的脸色越来越差 此时的他 结合之前在山下里 试说的话 已经百分之百的肯定了 那个截走兰号的人 就是他的亲爹 兰安庆 小叔 我吃饱了 在院子里笑笑神 小草 你没事吧 谢谢小叔 我没事 只是听说 干坏事的人 是我的亲人 一时有些接受不了 明天 我想在下山去看看 究竟是个什么情况 打死这个人贩子 打死他 许久之后 他们才将死狗一样的男人 给捆绑起来 往山下拖去 小草 你不要着急啊 路上慢一些 别摔着了 有声音 真是个废物 这么简单的事情 都做不好 还想挣大钱 老娘真是瞎了眼了 才会听那窝囊废的话 来到这破地方 兰安庆你个废物 这次回去 老娘就把你给踹了 一个崽子都弄不来 害得老娘在山里等一夜 差点没被山里 那些畜生给吓死 一转眼 就见到兰草和丰盛 朝自己这边过来 她的眼睛里 立马放出惊喜的光芒 乖乖 这破地方 还有这么好的货色 还一下子就见到两个 哎呦 转了转了 风圣的鞭子 已经招呼到了 那妇人身上 小兔崽子 敢跟我动手 老娘宰了你 那个妇人 就那么趴在地上 面目猙獰地 朝风圣挥出一包粉末 然后风圣一头栽倒在地上 一动不动 兔崽子 敢跟我动手 以后一定给你找个好去处 这死丫头下手这么狠 挨下了这白净的脸蛋 以后得好好调教 那妇人在心里 负肥眼前的丫头 只觉得眼前有些模糊 身体也特别无力 想要倒下来 兰草就这么看着妇人 半跪在地上 摇摇欲坠 她看得很清楚 就在刚刚 那个妇人抬手 护住自己肩膀的时候 直接将手里的迷药 弄到自己身上 倒下去是早晚的事 你 你个小蹄子 等那妇人晕倒之后 兰草从空间里 拿出布巾 把自己的口鼻捂住 这才上前查看 确定那妇人身上残留的 迷药不会影响到自己之后 这才直接上手 将那妇人捆了起来 可能是因为 吸入的迷药太多 兰草夹了丰盛的人中之后 她还是没有醒来 最后 兰草还是硬着心肠 在空间里 弄了一些凉水 直接浇到她头上脸上 下雨了 小叔 你中了迷药 我没有办法 只能把竹筒里的水 把你浇醒 对 那个女人手里有迷药 你没事吧 这个女人也脱下山吧 这人应该跟小胖子的事情 有关系 也不知道兰安清 是怎么跟她搅在一起的 到现在为止 坏了几个孩子 兰草和丰盛来到李家庄后 兰草不想见到兰安清 就爬到了一棵树上 丰盛把那个女人 交给了李家庄的人 你说什么 这人跟那个兰安清 是同伙 是的 我下山的时候 听到她自言自语说的话 而且她确实在山上 守了一晚上 小山 去叫你姑姑来 与此同时 李老大爷发现了 丰盛有些不妥 你怎么了 头上身上都是吃的 这个女人给我下了迷药 幸亏有我侄女在 用凉水把我给泼醒了 什么 她给你下密药了 你现在怎么样 要不要看大夫 我没事 已经恢复了 就是看着有些狼狈 是她 她就是前几天 一起去过我家的 那个寡妇 之前被人按在地上 被揍得昏昏沉沉的 兰安清 这会儿也有了动静 她伸着脖子 往地上那女人身上看 求娘 是你吗 你怎么样了 求娘 你怎么了 快醒醒啊 你们这些人做了什么 原本这些人还不知道 地上那女人是干什么的 被兰安清这么一喊 这下好了 是同伙无疑了 这简直就是不打自招呀 他们一伙的 都是人贩子 给我打 丧尽天良的畜生 她居然还有同伙 不能放过他们 秋娘也在各种疼痛中 醒了过来 她刚一醒来 就跟围着她的大娘们 撕扯了起来 只可惜 因为浑身无力 又吃了不少亏 兰安清 你个窝囊废 就这样看着老娘被打 你给我等着 兰安清 这个女人说什么 那个人是兰安清 是安平的那个兄长 是吗 我看看啊 昨天抢走小孩的 是兰安清 她把自家侄子 带到山上要干什么 哎哟 去年她还把自家官女 给扔进山里了 难道她这次想 难怪 兰安平要回东河村 找人出了这样的人 这兰家宗族 肯定会有所动作的 兰安平 你个狗东西 我可是你亲哥 哪有你这样 对待亲哥的 你这个样子 也不怕爹娘 在地上不安生 他们半夜过来找你 我呸兰安清 你算个什么东西 还有脸在这里叫嚣 我打死你这个小人 小妹 别气啊 别气 哥替你报仇 兰安清 你个废物 这就是你说的 明风唇 不好糊弄 这就是你说的 你可以做兄弟家的主 你个窝囊废 我看你就是糊弄老娘的 兰安清 你个老娘等着 等这次回去 一定霸了你的皮 兰草坐在树上 看着这样不堪的兰安清 不禁在心中怀疑 我真的是这种人家的孩子 明明我秦郎上进 明世里 就在这种人家的老娘 就在这种人家的祖老们都过来了 二叔 你救救我 你家这些人想要杀了我呀 你个狗东西 想把我儿子扔进后山 如果不是半岛被人救下 我儿子就没了 你还敢在这里胡说八道 王八钩子 欺负老子性的软吗 老子以前是贱大哥 不想跟你一般见识 敢逗我儿子 还想摆大哥的谱 你个不忠不孝 不仁不义的东西 你爹病入室 你在哪里 这老二好不容易过两天清静日子 你回来干什么 你扔了自己的亲生女儿还不够 还想着把老二家的孩子也扔了 你个畜生 二叔 二叔你救救我 他们真的会打死我的 哼 你帮了老二家的儿子 被李家人打死 那也是活该 是丘娘喜欢孩子 只可惜她不能生养 就想接过去住两天啊 你胡说 那个丘娘是人贩子 你们两个都是人贩子 那女人用迷药 人贩子用迷药 快搜搜看 还有没有 没有 不是 我们不是啊 果然 两人身上都搜出了不少迷药 一会儿把人带上去泄阳 村里出现了人贩子 那可是大事 那个被掳的孩子呢 一会儿一起去泄阳 还有那个下山的孩子 旅长大人 冤枉啊 我不是人贩子 我是那孩子的亲大伯 怎么会害他呢 全是误会啊 弟 大哥错了 原哥不在家 大哥只是想借孩子 回家住几天 没有坏心的呀 被里长带来的那几人 哪里会管兰安庆喊什么 只管把人 往自己带来的马车上拖 夫人 上车呀 兰二哥先走一步 我有马车 那行 你跟上啊 小叔 我要跟你坐一起 姐 嗯 你没事就好 好好跟你舅舅 他们学功夫 等你厉害了 没人能欺负得了你 就像我这样 众人把兰安庆 和那个女人 送进县衙后 县令大人 发现那女人 就是一直在 被通缉的人贩子的 主谋秋娘 当即判决 以秋娘为首的 人贩子团伙 全部两日后 斩力绝 其中也包括兰安庆 小嫂 你别难过啊 你还有我和大哥 还有丰收 我们都是你的亲人 小叔 我打算在他斩首之前 去见一见他 你不难过 嗯 不 我只是想让他看看 曾经那个 被他扔进山里的孩子 现在过得比谁都好 有亲人 有手艺 有钱 我就想气一气他 行 到时候我陪你去 哎 到了 只有一刻钟时间 由于这里的光线 特别昏暗 兰安庆并没有 看清楚兰草的脸 你来找我干什么 你被卢克公 一点关系都没有 事情都是秋娘做的 你别来找我 老子也被那婆娘 给害藏了 哼 我找的是你 还真跟秋娘 没关系 你 你是谁 我是兰草呀 听说你要被斩首了 过来送你一程 兰草 不可能 你骗人 我女儿的样子 不是这样的 而且她已经死了 冒充个死人 过来有什么用 我该说的全都说了 哦 是啊 你女儿已经死了 但是兰草活着 真够可笑的 亲爹之前是多么 不把我放在心上 我站在他面前 居然一点都认不出来 你真的是小草 那当然 要不然我为什么 不去看别人 闺女 闺女 你救救爹呀 我不知道秋娘是人贩子呀 你快去帮爹说说话呀 兰安庆根本不觉得 眼前的女娃是自己的女儿 只是想抓住一根救命稻草而已 兰安庆 你怕是不知道吧 秋娘是她亲手抓的 而你 是我亲眼看见你 扛着人上山 铁正如山 你说 我们怎么可能替你说话 你 原来是你们 你们小娃懂什么 我只跟二弟开个玩笑 那里就是人贩子了 你们快去跟县令大人说清楚呀 你这样的人渣 凭什么让我们替你求情 凭你心狠 可以将亲生女儿扔进深山 凭你自私 只顾自己 亲生女儿都快被家人打死了 也不动于衷 闺女 好闺女 你去替我求求情 爹就带你回家 以后就不让人再欺负你了 不用了 我已经有疼我的家人了 你 晚了 你女儿早死在山里了 你这孩子 外人哪有亲人靠谱 他们终究是外人 不会真心为你打算的 还是快把爹救出去 爹带你回家 外人都比你这个亲爹对我好 给我盖房子 背着我去镇上 给我买衣裳投花 送我去读书 你又做了什么 不顾我的哭求 执意把我扔进深沙去喂牢 这就是为了我打算 真是笑话 兰安庆被兰曹反问得有些脸红 只是他现在顾不了太多 过了今天 自己就要被斩了 眼前两人就是他最后的希望 他还想要再说什么 就被旁边的丰盛一下子给打断了 放心吧 小丫头在我家也是有下人使唤的 天天有吃不完的美味加油 比跟着你这个人贩子 可安全太多了 别想那么多了 如果不是你要被斩了 这丫头还不来见你呢 再说了 你真的认出她是你闺女来了 胡说 谁说我没有认出我闺女来 我一眼就认出来了 行了 别装了 我知道你没有认出我来 不过没关系 你之前眼里的打量和评估 我都看见了 你大概是在估算 我能值多少钱吧 没有啊 我没有 闺女你别瞎想啊 兰安庆心虚地狡辩 爹是疼你的 爹带你回家 跟你买糖仁 带你去赶集 闺女啊 你去找乡令大人求求情 爹真不是人贩子呀 你别做梦了 明天你被斩首之后 我不会让他来收尸的 至于别人会不会来 哭泣也不会有人吧 你的归宿可就在乱葬岗了 这个男人太不要脸了 试图用糖仁来诱惑小丫头 要知道小丫头买了多少糖送给小灰他们吃了 谁稀罕 你的东西还给你了 从你带我上山那一刻 我就没跌了 当初你没答应我 今天我同样也不会答应你 说完 他便头也不回地跟着风尚离开 至于之前带的包袱 牙翼检查过后 自然会交到了安庆的手里 喂 你们两个小兔崽子 别走 别走啊 不小的东西 怎么不死在身上 你不是 你根本就不是 冒充我女儿 也不长个瘦点的 这倒我是傻子不成 呸 该死的东西 过来干什么 兰安庆终于承认 他根本就没有认出兰草来 这可真够妨刺的 哎哟 大少爷可算是回来了 老爷一听说 就赶紧打发老奴来接年 您看 好 我也有一段时间 没有见到我父亲了 正好回去 给父亲请安 哎呀 太好了 大少爷骑马 还是坐马车呢 我坐马车就好 这次小草跟我一起 我陪着他 哎哟 这可巧了 二少爷 昨天刚回来 想必见到大少爷和姑娘 肯定很开心呢 小草 丰收昨天也回来了 没准一会儿就能见到人了 你不会 见到他就忘了小叔了吧 小叔 你这也想太多了吧 在我心里 你就是我独一无二的小叔 是长辈 是亲人 是伙伴 没有人可以代替的 马车很快就来到了秦家大门外面 哎 大少爷 老爷听说您回来 已经让人把您之前的院子 重新整理了一遍 他这会儿啊 正在您院子那里等着呢 那就赶快过去吧 我也想念父亲了 粉叔 让小草住我院子就行了吧 不用重新安排地方住 姑娘 怎么说呀 都听小叔的 好 都听大少爷的 父亲 孩儿给您请安 记住呀 可算是回来了 好好好 快起来 快起来 秦老爷好 好好好 小药套是叫兰草吧 听记宗提起过你 还有多谢你救了记宗呢 秦老爷说着 直接从怀里掏出一个荷包递给兰草 这是给你的见面礼 这里跟家里一样 需要什么 让他来个小子给你安排 谢谢秦老爷 来 记宗 快来见过你大哥 见过大哥 少女小子不服气 让你刚刚悄悄瞪我 哼 回到丰家你就更憋屈了 得叫小叔 二弟 不用客气 大哥经常在外 以后在家里 照顾好父亲 大哥放心吧 我会用心的 秦老爷这会儿 根本不关心 两个少年之间的暗潮汹涌 只笑眯眯的 看着几个孩子 顺便让人 把提前准备好的饭菜 都端上来 刚刚他可是听那牙医说了 丰盛这次之所以来县城 全是因为抓到了人贩子 这小子可真不赖 长进来 好啊 哈哈哈哈 小叔和丰盛两人也真是的 咋的事事都还比那么一下 也不怕秦老爷心里烦 饭后 秦老爷将丰盛叫到书房去说话 毕竟父子两人经历过之前的事情之后 还没有正式见面 小白 你怎么还是这个样子呀 见到他就追 小草呢 大爷 丫头 可算是又见到你了 然后一大一小两个女人 就说笑着走向西厢房 算了 看在小豆芽的份上不计较了 丫头 这段时间过得好吗 好想你呀 白爷 我在家里很好呀 你看 我都长高了一点了呢 脸上的肉也多了一些 好好 你过得好 你就放心了 上一次你独自从县城离开 你心里一直放不下 放心吧 我回到镇上 没两天就遇到了小叔 他和大叔一样很照顾我 你小叔 这丫头不是只有一个二叔吗 哪里来的小叔啊 很显然 他并不知道丰盛的事情 兰草心里就有些奇怪 嗯 明明大叔这次来县城了 难道 他并没有见到白爷 要不然白爷 怎么会不知道小叔的事情 嗯 是啊 白爷在这里过得怎么样 身体现在恢复了没有 兰草不确定丰年的想法 便不再提起丰盛的事 转而问起他的身体来 身体早就好了 只是二少爷去读书之后 也是我一个人在这里 感觉闲得慌 就做些针线打发时间 我说小豆芽 我都离他这么长时间了 怎么小白还这样追我 求求你让他放过我吧 我是真跑不过他 哥哥 你说说你 比小白大那么多 居然还跑不过他一只羊 这段时间是不是没好好练功 没有练功 怎么可能 我的功夫要是没有长进 爹可是会用鞭子抽我的 秦老爷会用鞭子抽你 不能吧 是我爹 不是你说的秦老爷 哦 原来是大叔抽你呀 笑 你还笑 没良心的死丫头 哥哥挨揍你就这么开心啊 那可是我平生第一次挨鞭子 父亲 你的身体怎么样了 听粪叔说 你之前是中了毒 都已经解了 身体也恢复得差不多了 最近天天早上起来 还打一套拳呢 你就放心吧 那父亲还是要注意一些 时常请大夫过来给您诊脉 孩儿出门在外 不能在父亲身前尽孝 还请父亲保重身体 放心吧 你对我在家里一切都好 你在凤家怎么样 过得好不好啊 我很好到 现在在家里跟着先生读书 功夫也没有落下 天天都有在练 真的 那下次我也跟你去山上转转 父亲 夫人现在在哪里 哎 关在后院呢 没几天日子了 宁静时候 也是我对不住她 只是没想到 她的心竟然那么狠 你祖母和两个姨娘 两个孩子 都被她脱害了 我明天想去见见她 不知道行不行 去吧 多余的事情不要做 免得脏了你的手 她没多长时间了 沈家也因为她 掉了面子 坏了名声 将她逐出家族了 如果不是为了让她 活得更痛苦一些 她早就该下去赔罪了 多谢父亲 不用 是我对不住你 没有照顾好你 让你受了这么大的委屈 以后有时间 常回家看看 由于咱们家这个情况特殊 过几年 跟你和季宗分家 家产你占三成 这事 我跟你二弟说过 在我心里 你就是我亲家大少爷 父亲 这个孩儿不能要 留给二弟吧 你不用拒绝 安心收着 这事你大哥也知道 他也给季宗留了东西 只是你大哥 这次来县城时 我们商量好的 好吧 小豆羊 你这是干什么 不出去玩吗 先生不值了功课 我得抽时间完成 要不然先生打我手心 可就丢人了 你 先生不值功课 这小丫头都有先生专门教了 比我的待遇都好 是啊 我也是有先生的人了 得得 还打算带你出去玩呢 既然你要做功课 我跟你一起好了 我这次回来也有功课呢 大少爷 人就在里面 要不要老奴陪您进去 不用了分数 我自己进去就行 你来干什么 我父亲没有告诉过你吗 即使我离开了秦家 还是上了族谱的秦家大少爷 而你亲生的儿子 也只是二少爷 我回自己家有什么好奇怪的 不可能 你根本就不是秦家的儿子 凭什么占了秦家大少爷的身份 这不公平 不公平 我还有什么奇怪的 父亲这样安排 自然有他的道理 没准是因为我比你儿子更有用呢 你胡说 那人只生下我生的一个儿子了 他怎么可以这样 对了 还要多谢夫人以前的照顾 每天让那来福来贵两个废物 带我出去玩 才让我存下了不少银钱 让我逃离县城之后 生活无忧 秦夫人已经气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 其实我早就知道你不是我亲娘 这还要多谢王嬷嬷 如果不是他口不遮拦 我也不会听到这些 更不会起了防卫之心不是 你这个 小畜生 秦夫人的嘴唇都抖个不停 他就不该想着把这个小畜生养歪 直接淹死摔死都比现在让人觉得收心 好了 我走了 这次回来只是想看看你 现在知道你过得不好 我就舒心了 哼 滚 这个院子我可一刻都不想待 哦 对了 你那个亲儿子是不是也不愿意过来看你啊 他应该是跟我一样的想法吧 恨你之前的所作所为吧 身后的秦夫人被气得吐出一口血 主要是丰盛真的说中了 丰收回了秦家之后 就直接被秦老爷送去书院读书 这么长时间都没有回来 哥哥 白衣去哪里了 我怎么感觉他跟以前不一样了 我也不知道 自从到了这里之后 白衣跟以前在山上一点都不一样 跟他相处起来总有一些别扭 没有在山上是自在 如果白衣跟我们回去多好 其实我在这里也没待几天就被送去书院了 一直到前天才回来 以后我也是在外读书的时间长一些 不会经常在这里 之前也跟白衣提过 让他回清溪镇 只是被他拒绝了 为什么 白衣不想回去 上次我爹过来的时候 把白衣的卖身器也带来了 前天我问过白衣 如果他想离开 就把卖身器还给他 只是白衣又拒绝了 哥哥 你说白衣 会不会还想着去见他女儿 嗯 这也不是没有可能 走吧 我带你们出去玩 中午请你们去酒楼吃饭 那边全是卖吃的吗 是啊 以前我常在那条街上卖吃的 有几家味道很不错 我带你们过去 啊 哥哥 你看 啊 那不是白衣吗 她早上说回院子翻草药 怎么会在这里啊 原来那个女人就是白霜吗 她要去哪里啊 哥哥 我们要跟着白衣吗 她是匆匆忙忙的样子 会不会出事 还是先看看她干什么吧 万一不是我们猜测的那样呢 还是先让莱宝跟着 万一白衣只是想出门逛我 我们这么多人跟上去 总归是不好 接下来 几人便在这条处处飘着 饭菜香味的街上 闲逛起来 这个桂花刚好吃 小叔你看 这个桃葫芦上面有芝麻 比我们之前吃的香一些 下午 秦老爷把丰盛和丰收两个人 叫到书房 不知道说什么事情 在秦家 兰曹始终觉得不自在 兰曹打算自己先去承西那边 上次丰年离开的时候 还给兰曹留了一把 那个小院的钥匙 于是兰曹直接在自己房子里 留了一封信 带着大白小白就出门了 姑娘 这是要出门 我打算回承西小院看看 秦川哥这是刚回来 啊 那姑娘等一下 小的把这东西交给大管家 再来送姑娘过去 对了 姑娘怎么不让槐花跟着 我没让槐花跟着了 秦川哥快把东西给大管家送去 我在这里等你 兰曹并没有等多久 秦川就赶着马车过来了 姑娘久等了 小的送姑娘去承西 姑娘 是奴婢伺候的不好吗 怎么要出门都不带奴婢 呃 那什么 我是不习惯有人跟着 姑娘只要不是嫌弃奴婢就好 只要奴婢能跟在姑娘身边照顾您就行 不会打扰姑娘做事的 秦川哥 莱宝回来了没有 他之前在街上跟着白衣一起出去了 啊 他呀 还没回来呢 刚刚大管家还问起他了呢 院子里没找到人 啊 那就是说白衣也没有回来 他说是去哪里了 啊 姑娘不用担心 莱宝那小子 机灵着呢 会有事的 要不 我赶着马车 绕点落 是不是 该把这事告诉大管家 毕竟秦家和陈家 一直有来往 可不能让那个白霜 影响了两家的关系啊 哦 多谢秦川哥 我们绕一点路过去看看 要不然总是感觉不放心 马车很快就到了陈家宅子所在的那条街 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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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宝 这是咋了 你跑什么 急死我了 刚刚我就去上个茅房的时间 白霜就不见了 之前他那边的茶楼已经坐了半天了 我想着他应该不会去哪里 就上了个茅房 结果 陈家 你说说这事 我这回去怎么跟阿赵爷交代呀 这大半天都好好的 这怎么就上个茅房的工夫人就跟丢了呢 我在这附近都找了一圈了 这连个人影都没有 别着急 我们一起再找找 陈家今天是不是有什么事情 哦 这是我知道 听茶楼里的人说 陈家女眷今天要出门做客 只是不知道要去哪一家呢 哦 哦 对了 陈家人出门了之后 白霜还跟着他们的马车走了一段 后来又返回来 直接进了茶楼 这一坐就是半天 唉 兰草这一次是真的有些生气 上次他把白霜从陈家救出来 为了给他留面子 什么都没有问 没想到 那么大一个人居然不长记性 来宝哥 陈家人出门回来了没有 啊 哦 他们一早就回来了 我们在附近转一圈找找看 如果找不到人 说不定他已经回秦家了 行 就这样 他们一行人在陈家附近又找了一圈 并没有发现白霜 便赶着马车去了承西小院 小嫂 你怎么一个人就来这里了 小豆芽 来这里怎么不叫上我 小叔 你们怎么来了 你这丫头 怎么一个人就跑来了 你一个人住这边 我们也不放心不是 这不 就跟来了 那小叔自己选个房间休息吧 我要回去调课了 我还有好多订单都没有完成呢 等一下 你吃饭了没有 哦 我吃过了 回来的时候 秦川他们在街上帮忙买的 还算他有眼色 不过你确定不再吃一点了 嗯 不了 你们吃吧 小叔 你们过来的时候 白姨到家了没有 这个就不知道了 我也就昨天早上 见过那人一面 出来谁也没注意 要不问问丰收 小白你别闹了呀 再闹明天不准吃饭 丰收也趁着小白离开的时间 赶紧溜到屋里 哥哥 你们过来的时候 白姨回去了没有 没有啊 也不知道他这是去哪里了 那个莱宝也没有回去 莱宝和秦川把我送到这里就回去了 怎么会 可能是我们和莱宝他们错开了 毕竟我们还在同福楼那里耽误了一会儿时间呢 这也有可能 我就是有些担心白姨 哥哥 白姨今天在陈家外面待了大半天 还真是去陈家了 一直这个样子也不行啊 上次去陈家都受了那么重的伤 谁子又想干什么 你们快吃饭 吃完了我们再去找找 我总是感觉有些不妙 吃饭吃饭 你说说 咱们几个孩子整天为一个大人操心 马车在陈家后门的巷子外面停下来 几人分头去找人 这一次 兰草刻意要求跟丰收找一个方向 丰盛猜得出来 这小丫头有话要说 便带着莱顺和槐花往另一个方向过去 哥哥 白姨一直这个样子怎么办 我好担心她 先找到人再说 这事我会跟爹爹商量的 其实我希望白姨能跟你回家 你心里有数就行 白姨如果能跟我回去更好 如果她继续这样 秦老爷也会有意见 毕竟她跟陈家那边交情不错 如果一气之下 连人丹麦身器全都送到陈家 到时候说什么都晚了 放心吧 今天找到白姨 我就跟她谈谈这事 让她跟你回清溪镇 她这个样子 我也有些提心吊胆 而且以后我大部分时间都在书院 总怕她弄出什么事来 嗯 现在说这些都没有 还是先把人找到再说 就在兰草两人四处寻找的时候 天空开始熙熙丽丽下起雨来 这雨来的真不是时候 雨大了我们就回去 你说说你啊 上次被你逃走居然还敢回来 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也不看看自己的身份 别以为你是个安分的 没想到这么喜欢作死 这一次老爷亲自下令 让你一辈子永远别再出现 老奴也没有办法 要怪只怪你身份太低贱 不配再进陈家的门呢 嗯 这破天气 又下雨 咱们几个也别耗着了 送他上路 紧接着 就听到扑通一声 丰盛几人隐约看到一个什么东西 被他们扔进了湖里 过去看看 大叔 快走呀 雨太大了 对啊大哥 怎么还不回去 一会儿回去路都不好走了 刚刚我们看到有人被扔进湖里了 听那几个干坏事的人说话 应该是陈家的人 对对对 但是我们跑到这里 什么也没有发现 那些人早就已经跑了 有人被扔进去了 兰草的目光死死盯着眼前的湖面 想要找到可能在挣扎的人影 他直接从最近的地方找 然后是远一点的距离 再远一些 姑娘 我们快回去吧 你这样会生病的 这大晚上还下这么大的雨 不管在场哪一位出事 我都会被打死的 是啊 两位少爷 咱们回去吧 这雨太大了 我湖里什么都看不清楚啊 在那里 他这会儿找了个合适的位置 已经从腰间解下了自己的鞭子 只可惜试了一次之后 发现鞭子不够长 只差那么一点点 把两根鞭子接起来 很快 两根鞭子绑好 他又一次把鞭子甩了出去 正好鞭子缠住了 在湖里起伏的黑影身上 几人费劲把人捞起来一看 果然是白霜 兰草轻轻地探了一下对方的鼻心 发现白霜还有一点微弱的呼吸 直接把人送去医馆 把人送到医馆 来说个槐花 先留在那里看着 我们回去之后 让莱保给你们送衣服 是 大少爷 你们两个到了医馆 让大夫给你们开些药 别着凉了 谢谢大少爷 回去之后 把白霜的卖车寄给我 我给他安排个地方 大哥 这事你就别管了 勤家大门 我是不会让他再进了 而且 白霜现在还是封建的下人 我是有权处置他的 再说了 看在你和小草的面子上 我也是不会磕待他的 知道了 这事还是大哥处理吧 以后勤家是要交到你手里的啊 对待下人不能这个样子 以后多跟父亲和大管家学学 听大哥的 一样的年纪 我怎么就没有大哥老练呢 病人晚上可能会发热 明天只要醒过来就没事了 不过啊 这药还得再吃上几天才行 这个病人是我们在湖边救下的 就把人留在这里养病吧 哥哥 你退热了没有 嗯 已经退热了 放心吧 你傻笑什么 连个雨都能发热 以后练功 一天都不能落下 大哥 你是不知道 我往年发热 每个十天半个月是好不了的 这一次就不一样了 一晚上就好了 能不高兴吗 行了 把麦神器给我 嗯 好吧 哥哥放心吧 麦神器给小叔 对谁都好 我知道 就是心里有些酸 你说白衣以前在山上好好的 怎么到了县城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他怎么就想不明白 这样下去会害了自己 害了他女儿 好了 别想那么多了 我知道你自小就被白双照顾着长大 对他的感情不一样 我会给他安排好的 你别忘了 父亲还在等着我们呢 大哥 一会儿父亲训我的时候 你可得替我说好话 放心吧 咱俩肯定一起挨训 小叔 我想去医馆看看 去吧 我让秦川送你过去 小豆芽不跟我们去中月书房 怎么可以这样 三个人一起干坏事 要去挨骂怎么只有两个人 让他去干什么 咱们两个挨骂就行了 笨死了 小草 你怎么在这里 八姨 你还记得发生什么事了吗 我 下着大雨 我被人绑起来 堵住嘴 扔进湖里 我怎么会在这里 你怎么会在这里 是啊 你去哪里了 下着大雨 你为什么不回家 你干什么去了 我 你又去了陈家是不是 昨天我和哥哥在街上见到你了 这就是你不回家的原因 我只是想见见女儿 八姨 我知道你想见你女儿 可是见了又能怎么样 你有没有想过 自从上次之后 你女儿在陈夫人面前要吃多少苦头 你有没有想过 因为你的出现会让陈夫人厌恶你的女儿 给她穿小鞋怎么办 让人欺负她怎么办 你能怎么办 你能保护她吗 你一次次的去看她 只会让陈夫人更加厌恶你女儿 让你女儿活得更艰难 让她恨你 这个道理 我和哥哥都能想明白 为什么你想不清楚 你会害了你女儿的 难道你想让她跟你一样 被扔进湖里 不可能 我怎么会害她 我那么爱她 确定你不会害了她 你不光会害了你女儿 也会害了哥哥 你知道你这个样子 让她在秦家多为难吗 昨天晚上 我们几个冒着大雨 费了好大的劲 把你从湖里捞上来 哥哥直接就发热了 他都不敢让秦老爷知道 是为了救你 你们怎么把我救上来的 两个小孩 你还知道我们是几个孩子啊 可是为什么总让我们担心 你有没有想过 一直这样下去的话 会惹怒秦老爷的 他有可能把你和卖身器 全部都送去陈夫人那里 到时候你怎么办 能在陈家活几天 你 你知道了 很显然 白霜并没有抓住重点 他在意的是 自己下人的身份 被兰草知道了 我知道了又怎样 你在风家还是白姨 跟以前一样 白姨 这次跟我回去吧 我们回镇上 回山上 还过以前的生活 不好吗 我只是不甘心 为什么和女儿分别的是我 白姨 你有没有想过 你的女儿 其实不希望你出现 你的出现 会让她的生活更艰难 让她过得更苦 过几天 我回清溪镇 你这几天考虑一下 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回去 如果不回去的话 可能真的就没家了 蠢货 一个下人的命 能有你们两个的命精归 竟然冒着大雨去找人 还去湖边那危险的地方 还从湖里把人唠上来 那个白霜 老子早就注意他了 一点下人的自觉都没有 整天出门打听消息 如果不是看着他这几年 尽心照顾你的份上 老子早就把他赶出去了 什么东西 还有你 情记组 你二弟不懂 难道你也不知情重 不管你们两个谁出事了 我怎么办 秦家怎么办 凤家怎么办 我怎么向凤年交代 这段时间 因为你们两个被调换的事情 我们家跟沈家已经交物 那个当县令的沈家二郎 真愁没机会找我们秦家麻烦呢 老爷我真的分不出精力 出了一个下人 还有我们家已经和沈家交物 不能同时和陈家闹掰 要不然我们家父辈受敌 就太危险了 所以说两天之内 把那个女人赶紧给我处理掉 如果你们不忍心处理的话 把卖身器给我 我给陈家送过去 生死全由沈家说了算 父亲你消消气 这事就交给儿子好了 一定不让他再出现在县城里 交给你了 处理不好 你俩一起挨板子 你醒了 醒了就走吧 这 去哪里啊 这就看你怎么选了 第一条路 送你去沈家 连同卖身器 一起交到沈夫人的手里 第二条 送你去魏婆子那里 他那里的人 几乎全被卖去挖矿了 那里也是需要女人的 你 你没有权利这样做 白霜被眼前的少年 给吓得不行 这两条路都是死路 他不能选 哼 笑话 本少爷为什么不能处置你 不过区区一个下人而已 真以为伺候了丰收几年 就忘了自己的身份了 不 你没有权利这样处置我 我是丰收的奶娘 是丰年买回来的 作为丰家二爷 我处理你一个小小的下人 根本就不用跟我大哥打招呼 别把自己看得太重要 安安分分的还能活命 像你这样一直不安分的 四分钟送你上路 丰盛毫不客气的说完 直接转身离开 他刚走出房间 就有两个婆子冲了进来 手里还拿着绳子 直接将白霜给捆起来 拖到外面塞进了马车 马车并没有犹豫 直接扬长而去 小叔 白姨呢 我让人带她到魏婆子那里 洗洗脑去 你干了什么 没什么 就是让人带着她 去最近的矿场见识一下 让她看看别人是怎么挖矿的 先学着先 晚上再带她去看看 她女儿过着什么样的日子 啊 白姨会不会有危险 她早上还发生热闹 不会 这会儿已经退热了 车上也有药 这次就是让她长长见识 如果老实了 就送回清洗镇 如果还不老实 那就交给魏婆子好了 我已经尽力了 小叔 哥哥呢 你一个人来的 处理这事 我一个人就行了 丰收不忍心 我挺恶意当这个坏人的 晚上刚从矿场回来的白霜 又被丰盛和蓝草带到了陈家 让白霜看看她女儿过的日子 姑娘别哭了 慈禧眼睛哭肿了 明天夫人见了又不高兴 嬷嬷 为什么 明明是说要给我相看 怎么就要定下二妹了呢 同样都是养在母亲身边的庶女 我还是长女 就哪里差了 哎呀 姑娘别想那么多 你现在还小 才十岁 好儿郎多的是 夫人不会亏待你的 今天二妹还专门跑过来嘲笑我 好了 姑娘快别哭了 哭得嬷嬷心里难受 大姑娘好 夫人让我们二人来看看 明天要用的佛经抄好了没有 如果抄好了 我们正好可以拿回去 我 我还没有抄完 我马上开始 那我们二人就不等了 只是还请大姑娘快一些 不要误了夫人的事情 抄完了 直接送去政院就行 嬷嬷 那么多佛经要抄到什么时候 我晚上都不能睡了吗 大姑娘 还是快些抄吧 嬷嬷陪着你 只可惜啊 老脖子我不识字 也不能帮上大姑娘 嬷嬷 你知道这究竟是为什么吗 以前母亲对我们几个姐妹都是一样好的 从来不让我招这么长时间的佛经 大厨房的下人也不敢拿剩菜剩饭搪塞我 怎么这两天都变了 嬷嬷嬷站在一边不敢多说 嬷嬷 我饿 她厨房送来的晚饭都馊了 我吃不下 好 姑娘先抄着啊 老奴这就去大厨房看看有什么吃的 该死的白姨娘 被兰草放在树上的白霜 这会脸色已经扭曲得可怕 她挣扎着想要下去 你可想好了 要下去也可以 我们是不会再救你出来的 你说你落到陈夫人手里会怎么样 丰盛冷声威胁 做事就要把她从树上推下去 这下子白霜更加慌了 她只是想看女儿 可不想落到陈夫人手里 权衡利弊之后 立马老实下来 也不再挣扎着要下去 也不知道嬷嬷能不能弄来吃的 不光大姑娘饿 我也饿了 谁说不是呀 这两天大厨房专门为难我们院子 这啥时候是个头呢 我听说是白衣娘找回来了 夫人这才挠了我们院子 你说那个白衣娘她回来干什么呀 这不是害了姑娘吗 瞧瞧姑娘现在过的什么日子 再想想之前的日子 恐怕姑娘不是白衣娘生的吧 那谁知道 大姑娘以前多风光 在家里几位姑娘里可是拔尖的 瞧瞧现在 整天有抄不完的景 什么东西都得让着其他几位姑娘 唉 白衣 你也见到了 你女儿并没有因为你的出现得到什么好处 反而因为你过得更加艰难 这是你想要的吗 白衣急忙摇头 嘴里发出呜呜的声音 她只是想见自己的女儿 并不想害了她呀 姑娘先忍一会儿 大厨房那边已经没有吃食了 老奴让守门的锅子去外头买了 嬷嬷 你说 是不是因为我姨娘回来了 所以夫人才这样对我的 哎呦 我的大姑娘 你这是听哪个剑蹄子说的 我才出门这么一会儿 姑娘怎么就知道了这事了 哎呀 肯定是院子里那两个死丫头乱嚼舌根 被大姑娘听到了 她回来干什么 回来干什么 怕我还成这个样子 她还回来干什么 给自己留一条活路 给我也留条活路 她不好吗 在女儿心里 自己这个从来没见过面的亲娘 只给她带来了麻烦 根本就没有陈夫人重要 自己的出现是真的害了她 姑娘啊 这事你就当做不知道 咱们度过眼前的难关 才是最重要的 等夫人的气消了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这么多年 夫人不是也没磕待过大姑娘 估计这次呀 是被白衣娘给气到了 听嬷嬷的 我这就接着抄佛经 只要乖乖的 母亲总会见到我的笑心 我这就会发现了 母亲总会 你们俩在变好了吗